在解放战争后期 下令杀害杨开慧的主谋和剑逃往了台湾 而负责补枪的姚楚中 因为没有办法撤离 只能潜伏了下来 但是当时人们并不知道 是姚楚中补了最后一枪 就这样姚楚中不说 大家都以为姚楚中只是特务 只让他受到了特务应受的劳教 姚楚中也因此将杀害杨开慧的事情隐瞒了 直到40年以后的1970年 姚楚中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于是主动坦白了自己曾经犯过的罪行 在他讲述杀害杨开慧的全过程后 让在场的所有人员泪目 专案组在对他的话进行了核实和调查 最终确认他说的无误 不久人民法院就依法将他判处了死刑 1974年姚楚中在李陵县枪决 而此时距离杨开慧牺牲已经过了44年 而这位杀害了杨开慧烈士的柜子手 也得到了应用的惩罚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订阅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